你不想要 那要是实在不行 咱们就找第三方来评估 那咱们之间 也就没什么可说了吧 来 说好你们的东西 这些情况我都清楚 你都没有把他那里做什么 那个 书 书记啊 我们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地 就还是种菜 而且那个合同上也有这么说 而且 万书记 我们就是不明白 村里有那么多地 为啥非要争我家这块地 你也知道 我公公跟庆来 他们俩就和地亲 没了地都跟没了魂似的 并且我们为了种有机菜 和销售商签订了合同 要定期供应 为此我们投了一大笔钱 这刚把大鹏建好 您当时不是也知道的吗 还挺支持的 是 这情况我得了解 你公公我当然更了解了 是吧 当时是说 非你们家这块地不可的时候啊 我心里还真是咯噔了一下 快没想到 你公公跟庆来啊 有觉悟 通情达理 当时就答应了 我就放心了呀 万书记 他们那不是答应 他们那是不敢不答应 他们不举手 怕您不高兴 怕村里面人看笑话 回去之后可难受了 连饭都吃不下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 也是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为啥就不能再另换一块地 幸福 这个事啊 我们也确实村友会也商量过 但是按国家的政策 是吧 传统耕地 是不能用来建工厂的 而且咱们现在 建的保健品厂的附近 确实也没有一块完整的地 是吧 只有你们家的这块和谈地 在政策上呢 它属于这个荒地改造 也不犯毛病 这就是巧了 没有难为你们家的意思 虽然咱们 两家过去啊 有点状况 但我希望你不要多想 这个厂是一定要建的 这块地也一定要用 村里来征用这块地 也是有道理的 幸福你是个明白人 是吧 有句话叫 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服送一体 少数服送多数 你看这个道理您应该懂吧 所以呢 回去做做你公共和家里人的工作 是吧 想种菜嘛 哪儿还不能种啊 这个方面呢 村委会也会积极地帮你们协调 至于这个 征地补偿损失的这个部分 有村里处 你地上屋的这些损失 有集团处 是吧 有了钱了 哪儿不能种啊 是吧 万家庄那么多村民 您可以尊重他们的地重吧 是吧 铺设管道人工费四千 大建大棚四千 材料费二十六万 当时有些材料为了省钱 没有开发票 应该不止这个数 不行 我还得去递递数一数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啊 你这身子不方便 我去就行了 你再算一算啊 行 喂 你好 是金华祥瑞管局厂吗 我们之前在你这儿 买了一批 农用大棚水管 没有开发票 你能帮我查一下记录 帮我补开一下发票吗 这个事得问一下我们财务啊 那你把你们财务电话给我行吗 好 那你记一下吧 好 说 我再来 我再来 我这三万块钱 再加上银行贷款呢 二十万 一共是四十万六千 咱们修建大棚 联工带料 再加上买菜种 一共花了是三十九万六 但是我跟秦莱在整理票据的时候 发现只有不到三十二万 剩下七万多 没有票据 可能会说不清楚 多少 七万块 幸福 这 这不是让你管家 你怎么管的家啊 爸 我当时不是为了省点钱吗 为了少付点利息 紧打紧算的 我只贷款了二十万 但是现在东西涨价快 如果真实打实地买 那四十万根本就不够用 我真是为了能省点试点 能便宜点试点 买东西的时候 有很多就没有开发票 可是财良书说 地上误补偿 需要正规发票才给报销 我们也联系了当时厂家 人家说了 只给打收据 或者开白条 正规发票根本就不可能 也不知道能不能 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没用 集团一切都是正规企划管理 所有制度都一清二楚的 尤其是财务这块 就你懂得多 你又知道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考会计证 就是为了进集团财务 这部分我都学过 你这个死丫头 也是瞎折腾 在办公室好好待着 有什么不好 不要进那个财款式 你也是瞎折腾 都在这瞎折腾 爸 你别说扯远了扯远了 这补偿的事还没算完呢 对对对 咱先把这事说清楚 幸福啊 七万多块钱哪 我跟你妈辛辛苦苦的 也就攒了这十来万块钱 这一下七万多就没了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 这事不靠谱 花这么多钱 干这事能有个好吗 你还说敢想敢干呢 干啊 现在怎么办 爸 人家幸福不也是为了 想多挣钱吗 挣着了吗 挣着了吗 这不就瞎折腾吗 我说你 爸 你别着急 我承认 我当时做事的时候 确实没有想过后果 我自己捅的娄子 我会自己想办法补上 明天我就去找他们 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我也给我妹打电话了 她也帮我咨询了一下 她说这种情况 是可以谈的 只要双方认同 出具协议 是可以作为补偿凭据的 实在不行 我就去找第三方 来进行评估 我就是想着 就算是亏 也不会亏那么多 那损失多少 她 她不也是损失吗 有完美反的 传家哥 这事我们能直接 找书记谈吗 老温 她是董事长 管不了这么 昔之末节的具体事 公司的财务部分呢 一直是我负责的 你们就算找到她 还是推到我这儿 行 行 把咱那票拿出来 这个发票 三十一万七千六百八 这个收据呢 是后来我们联系厂家 后补的 七万多 您看看 七万多 菜苗 镰刀 这个浓膜 这还有白条呢 行 我知道了 那回头啊 我让财务把这 三十一万七千多 打到你们账上 回头我也弄个协议 你们签一下 这事就算了 那其他的 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 就算了 不是 传家哥 你不能这样啊 这我们家投了这么多钱 你到你这儿不算了 那我们家不是 亏大发了吗这个 那也不是我让你投的钱啊 再说了 这投资都有风险啊 对吧 这不是你村里要占我们的地吗 要不然你没这样的事情啊 什么叫村里要占你们的地啊 这土地都是国有资产 是吧 再说我们争地 那都是符合国家政策的 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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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请来 咱们干什么事都得有个规矩 就这发票上有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至于其他的 你就别跟我护脚蛮缠了 好吗 这 是这样的 小万总 我之前跟书记聊过了 他说了 补偿政策就是投入多少 补偿多少 所有的损失 就是谁争地 谁补偿 我们明明就是投入了 三十九万多 那七万多块钱 也是实打实地投入 现在你们说 非北开发票才能报销 我们只好补了这个收据 那按照书记说的 那就是该集团补偿 别跟我一口一个书记说 一口一个书记说的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拿我爸压了吗 我告诉你 书记说 他说的是原则 具体这个事怎么办 怎么操作 那还是我说了算 你们空口白牙的 你说七万就七万 那你要说七十万呢 我是不是也给你啊 我们就投了七万 我们只要七万 没有 我再跟你俩说一次啊 发票有多少钱 我给你报多少钱 三十一万七千六百八 对吧 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 回头我让财务把钱打给你们 但是除此之外 多一分都没有 你们就告诉我这个钱 你们要还是不要 这我怎么要啊 我们花了三十九万多 你现在给我报三十一万 那剩下的七万多 不就白白损失了吗 我咋跟家里交代呀 那要实在不行 咱们就找第三方来评估 那地面上的东西 都在那摆着呢 我也不是 凭空下边乱造的 好 找第三方做评估是吧 好 那咱们之间啊 也就没什么可说了吧 来 说好你们的东西 幸福 喂 幸运 你上次跟我说 可以找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地商务的价值进行评估 那这些机构在哪儿找呀 你帮我问问 是 这事挺麻烦的 行 我知道了